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可以谈合作,听起来是不是很棒? 在丁州市高新区就有这样一个产业社区正在加速建设 我们中岭科创城市丁州市首个创新型综合产业社区 也是我们河北省重点项目之一 区别与传统工业园区单一的生产功能 我们主要是打造以花园式企业办公和生态化生产 低碳制造为一体的科创型社区 我们项目建成后,将入驻企业可达到一百多家 不要吸引智能制造、中式研发、人工智能 包括电商直播等新型企业入驻 园区如何帮助入驻企业走好成长之路 在项目的规划蓝图中,赋能体系是关键 园区提供包括金融、人才、技术市场等八大赋能服务体系 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各项需求 并提供全生命周期式的服务 全方位注意力企业转型升级 以中小企业融资男为例 园区通过合作的银行、金融机构入驻 为入驻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创业扶持基金等支持 后期还将引入相关产业贴持投资 对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终点扶持 让企业安心生产 开发更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园区对企业更友好 企业在园区更有为 双向奔赴 园区吸引众多不同领域的企业入驻后 将形成一个多元化的产业集群 打造商下楼及商下游的产业链 促进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园区 更是一个集政策资源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圈 特别新闻联播持续推出 奋战开门红 重点项目加速跑的报道 不久前 定州组织开展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会 达到开工条件的28个重点项目 纷纷亮相展示 总投资达72.8亿元 其中智能物流生产线 安吉纯产业化 风力发电等产业项目投资占比高达83% 新智生产力在当地乘风起跑